哈喽 各位迷了什么 大家好 那么今天来给大家带来是全境封锁2 犀牛步枪和突击步枪的装备搭配 废话不多说就来开始了 首先呢武器方面武器呢就是还是那一个mk要气啊 这个选择这个油漆兵 然后呢 第二个 选择这个射速啊 第三个呢 最好最好 就是选择一个换弹保护啊 就是说你换子弹之后呢 会给你一个小小的这个 装甲加成啊 不过有没有也无所谓啊 反正反正就是说啊 无所谓了 这个 然后呢 改造模块啊 第一个第一个要记住哈 第一个就是这个 用这个瞄准镜啊 用这一个瞄准镜啊 不要不要问为什么啊 待会呢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反正就是说用这个四倍镜就可以了 用这个四倍镜 然后呢 就是这个复仇女生啊 这个 那么前面我刚才说了 这个为什么要用四倍镜呢 那是因为呢 这里哈 有个准备 收起时可以 给你的这个 上一把武器呢 可以增加你的25的爆头伤害 也就是说 主要输出呢 就是靠这把枪 啊 这把枪呢 作为一个被动武器啊 就是说被动武器 主要就是靠这个 加成25的爆头伤害 但是呢 他这个要求呢 他要四倍镜以上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拿什么其他的瞄准镜 如果说你拿的是 这种瞄准镜呢啊 这这这种瞄准镜 它是没有加成效果了 但是你拿这一个 这个他要离开镜呢 它就是有个啊 就是不太好嘛 是吧 所以说你用这一个就好一点 这一个呢 就不用开啊 开着瞄准镜 是吧 所以说呢 可以享受到25的爆头伤害 这个要记住啊 如果说 你没有mk17呢 也可以啊 这个那就用这个 我看看 那就用这个啊 这个这个 用这个mla呢 也是可以啊mla啊 手枪方面呢 就没什么好说了 反正就随便吧 这个 再然后再后呢 就是这个面具啊 面具 面具呢 我选了这个啊 这个贝泽逃妇 原来就 因为他有三个属性嘛 所以说呢 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就说 反正就反正就怎么说吧 反正属性呢 也是随便 啊 加生命 然后加这个暴击率 然后呢 再加个金银伤害就可以了 也可以也可以选择这个 呃 有一个叫什么叫 村上啊 也可以选择村上 反正我选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加这个金银伤害呢 比较高一点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护甲啊 也是也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个 主要呢 就是有个天赋啊 然后就犀牛 没什么好说啊 这个 然后就装甲 然后就生啊 生命值啊 本来呢 我是一直 本来我是之前是这一个的啊 因为这个加22的总装甲值嘛 但是呢 没办法 说真的话 是用这一个好了 然后呢 就是枪套啊 枪套呢 还选择这飞龙啊 飞龙呢 加暴击伤害 还有加这暴击率 然后就是武器伤害 最后呢 就是这个呼吸啊 呼吸呢 属性的加装甲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耐心满满啊 也就是那个龟壳 可以增加你这个 屏蔽原品呢 可以增加这个装甲值啊 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 有耐心有耐心满满和没有耐心满满呢 是两个游戏 我跟你讲 是两个游戏啊 有耐心满满呢 你玩钱呢 还是很舒服的 而且你再躲在掩体里面呢 说时候呢 敌人就算攻击你是吧 你那个装甲呢 也是 掉那个速度啊 并不是特别快 然后呢 就是这个 手套啊 手套 然后呢 这个我这里还没有效准啊 我这个还没有效准啊 不过呢 也差不多吧 反正就说 你把那步枪伤害呢 效准高一点就可以的 也可以选择这一个 呃 也可以选择这一个啊 这个第二个天赋呢 是爆头伤害 除非你对你自己的这个技术有信心啊 这个你可以选择这个爆头伤害 或者呢 你就选择这武器伤害 这个看你这个怎么选择了 反正 然后呢 就是这个大脚背包啊 呃 总归来讲呢 我还是不是很推荐这大脚背包啊 我还是比较推荐啊 像这一种 像上呃 就是说像这种像这个阿尔卑斯 因为阿尔卑斯呢 他加这个暴击几率嘛 反正我倒是没有遇到过 呃 毒吸背包呢 他这个 暴击几率呢 是比较高一点的 反正呢 就还是那句话啊 我个人推荐的这个阿尔卑斯好一点 如果说阿尔卑斯呢 属性呢 有个暴击几率 你再把一个 第2个属性啊 这个装甲值调高一点 你看呢 天赋呢 第3个天赋啊 第3个天赋 然后选一个装甲值啊 就是就是类似以上这种啊 你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说 这一个就是呃 这个 阿尔卑斯是吧 那你就把这暴击几率呢 调高一点 然后呢 再把这个装甲值10%的装甲值 就是就这样子啊 就大概就是就是这个样子啊 那么 第2个呢 就是 突击不强 突击不强 其实突击变成啊 怎么说吧 就没什么好说 反正就是把这个改一下 把这个改一下 原来的突击不强 把这个改一下 这个属性呢 我还没有效准啊 我本来想 啊 调 我本来想把这个 把15%的几率呢 效准到这 啊 这个暴击伤害来面 啊 这样子会好一点 原来这一个呢 就是12的不强杀啊 基本上就这样子啊 武器呢 怎么说吧 你选择p416也好 还是选择这个 g46也好 反正就无所谓的 天赋呢 有三种 有三种啊 天赋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刺杀啊 不是 你可以选择杀手啊 你可以选择杀手 可以增加30%暴击伤害 前提是呢 你的暴击率呢 比较高一点 啊 前提是你暴击率是比较高一点 或者呢 你可以选择这个 啊 这一个 这一个 点燃啊 这个可以增加你20%的这武器伤害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或者呢 你也可以选择这个 我看一看 好像还有哪个来着 啊 乐天派啊 乐天派啊 对对对 乐天派啊 不过我没有说出来哦 这个乐天派啊 这个乐天派的比较好一点 好了 那么该说的我都说了 反正就是说 大概啊 大致呢 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 反正就是说我现在 我现在一般来说呢 我都是用这一个啊 我现在都是用这一个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什么吧 就数据吧 这个数据 暴击率呢 比较低啊 这个 不要在意啊 不要在意的 暴击率比较低啊 那所有武器伤害呢 加上22% 啊 那步枪呢 加上28啊 这个我还没有效准 效准呢 可能有30%的这个步枪伤害 大大概呢 就是这个样子 伤害呢 我就给大家测试 那么 接下来呢 就给大家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伤害 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瞄准镜呢 我拿的是其他的瞄准镜哈 那么 如果说你拿这个瞄准镜呢 他是没有享受到复仇女神这个暴头伤害的 你们不相信是吧 那我 那我给你们测试一下 这是暴头的 十四万 十四万的伤害 然后呢 我就换上这个瞄准镜 换上这个瞄准镜 再把这个伤害重置一下 再测试一遍啊 然后十六万伤害啊 看到没有 一个十四万 一个十六万 是吧 所以说 你拿这个瞄准镜呢 他就会享受到 复仇女神这个暴头伤害 再重置一下 然后呢 就来 好 这是触发犀牛的哈 触发犀牛的 一千过去二十多万 打身体 暴击呢 是二十四万 打身体呢 是九万多伤害 因为他犀牛呢 你要触发伤害 触发出来呢 你才有这个伤害加成了 你知道吗 大家要知道 这个 你不要以为就是说 犀牛呢 犀牛呢 他是全程加上了 他并不是 他要他要打死一个敌人之后呢 才能够触发这犀牛 暴头啊 暴头二十多万啊 这个应该是触发暴击的 九万多 十四万多啊 就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就拿 然后就拿这个M1A呀 一般来说呢 无论是M1A也好 还是MK16哈 反正大家喜欢用哈 M1A呢 他子弹比较少 但是他伤害比较高 MK16 Mk17呢 他子弹比较多啊 而且呢 这个伤害也也可以啊 就是爆头的二十五万 打身体是十一万 好 这触发犀牛的 哇 这个这个这个有点 有点远哈 这个有点远 再重新测试一遍哈 二十五万爆头 把身体十二万 暴击十八万 二十一万啊 有时候呢 伤害也是 互高互低的 这个怎么 好 反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啊 反正大概伤害就是这个样子 不过呢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MK17啊 这个反正就是说 MK17也好 还是M1A也好 反正就是 啊 你喜欢吧 你喜欢 然后就是这个 步枪啊 步枪啊 步枪呢 说算他有点 伤害有点尴尬哈 伤害有点尴尬 我拿这个测试一下吧 好 那么我就来给大家测试一下这个步枪哈 步枪 好 这个是没有触发犀牛的哈 这个没有触发犀牛的哈 大概是 四十万伤害 这个是触发 触发犀牛的哈 一枪身体三万多 炮头是六万多 总的来讲呢 感觉还行吧 比上次好像比上次感觉好像是上次的跌一点点 啊 反正呢 伤害呢就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是吧 这个因为要测试着这个步枪嘛 所以说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什么值那个职业的换一下 反正反正也就大概就这样这样子啊 好 那么本期视频呢也就到这结束 感谢各位大家收看下期再见 拜拜